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战争已经快要结束了 正是只有日本还在苦苦奔扎 试图扭转注定战败的局面 同年8月美军先后在这个国家的境内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给它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没过多久它就宣布投降了 因此很多人猜测日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因为美军向起舰投降的原子弹 实际上真是这样 美军投降的这两枚武器就是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不过时间日本的关东军也被受到宿军的打击 日军最后立刻留名稻草也没了 但是这些并非日本投降的政治原因 可能说这些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日本投降的速度 而且日本的这个国家人都知道这个国家的人们 深刻无视到精神和军国主义的影响 虽然原则的很可怕 一颗嘴砸毁一座城市 但是日军并不惧怕死亡 毕竟他们之前还抵出过一预岁计划 实际上真正导致这个国家做出投降这决定的原因 并非是美军对它投下了原子弹 而是他们不知道美国手里到底还有多少颗这样的武器 他们虽然不畏惧死亡 但是也没有明确知道美军到底还有多少颗原子弹 若是美军在此之后继续的毫无限制的 朝日本其他城市投掷这种武器 那么日本整个国家都可能会被夷为平地 到时候股价都不存在 继续打这场战争对于日军来说还有什么意思呢 除此之外美军先天也放出了狠话 明确表示若是日本不投降 他们会继续投掷武器 这也在心理上给予日军巨大的